因應光電發展在地方上的爭議 立委郭國文、洪生漢共同舉辦記者會 要求中央因定定清楚的管理原則加強納管 以台南七股爭議的經驗 過去回應地方訴求提出由中央到地方設立工作站做法 獲得不錯的成效 但在光電設置越發普及下 中央政府應該加強前端因應 擬定相關納管機制 那上次公聽會當中我們提出一些 由中央派出到地方成立工作站的做法 某程度也有發揮一定程度的成效 但是這樣成效是不是能夠在末端處理之外 而能夠在前端裡頭來做因應 那前端裡頭做因應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這個納管的這個可能性 在地方上我們所有的觀察的一個過程當中 地方民眾對於這一個太陽能光電或雨電共生的這一個疑慮 日漸升高 那之所以升高的原因是因為越設越普及的情況底下 政府某個程度也是追求KPI的一個目標的情況 而沒有去注意到所有基層民眾的一個感受 一來它可能是衝擊到生活的部分 僅僅社區過境 二來它可能是衝擊到生產的部分 可能造成既有的一個生產作為的一個衝擊跟破壞 三來它可能會對生態可能造成威脅或影響 而引起諸多環保人士的一個疑慮 那這些現象當中在過往中央單位 作為一個土地提供者的一個相關機關當中 只是在作為一種書面上的審查以大潮國為例來說 當初國有財產署發給所謂的開發許可的情況底下 是連現場的狀況是毫無所知的情況 只有單純從書面的審查就給予開發許可 也造成了一個所謂的這一個衝突跟來源 那同樣的類似的能源問題 台塘的這一個土地的提供者 也曾經有發生過類似侏儒的現象 因此我們是希望中央能夠 擬定一個納管的一個機制 從一個納管的機制來說 來避免日後可能會造成所謂的生產 生活生態的衝擊的部分 所引發的一個社會爭議 我知道不管是從漁民的角度來說 不管對於太陽光電廠商來說 都還有一個困擾 就是地方的養殖事實到現在 都還沒有辦法被清楚的釐清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 其實不管是從漁民的團體 從地方的團體 從養殖 從相關的廠商 他們都非常非常需要我們的政府 大力的把養殖事實釐清 為什麼養殖事實釐清重要 因為當養殖事實釐清以後 你的相關的權利義務人才會清楚 權利義務人才會清楚 所以每個人該有什麼權利 在這一個秩序裡面 該有什麼權利才會清楚 當今天連養殖事實的認定都不清楚的時候 其實很難去界定權利義務人 不管是對漁民的角度來說 不管是對廠商的角度 都是很大的相關的困擾 所以這個部分坦白說 我認為這絕對是行政端就可以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從2019通過了功夫法之後 其實我們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氣去查這些違章工廠 我認為我們現在就是要用查違章工廠 確認事實的方法 來去確認養殖事實 對養殖事實的認定的確認 只有把養殖事實的確認給確定下來 我們才有可能真的進入到好好的管理的階段 今天只要這一端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做紮實的話 我認為你要談後面的管理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應該要編列充足的人力預算 該把養殖事實 包括相關的科學標準 損害科學標準的認定 都應該建立起來 這個是管理最重要的基礎 雨店共生案件的養殖事實 是由地方政府負責認定 未來會結合科學技術監測 包括水質 營養及產量等狀況 強化管理 經濟部也將與農委會合作 由政府作為土地整合的發動者 透過公開零選 選出能回應地方需求的廠商 現在法規是規定地方政府要去看有沒有養殖的事實 水廠商的在台西 它現在有些地方建築 有這樣子的一個小規模 先用連線的方式 就是說你養魚的時候 裡面要不管是水質 PHA 或是農氧 或是酸鹼度 這裡本來都有一些主動的這種監測 那這樣子的一個模式再去推廣 那大概在這邊 洪委員也認為說 應該在經費上還要去益助一點 就是類似我們 像我們海洋漁業的期間 現在就是有一個監控的一個系統 你傳到哪裡的時候 大概都知道 那你捕撈的是什麼樣的一個 那個移貨或是移業種類 這都主動的你做這個管理 要用這個一樣 以後的發展就是說 在管理上 如果你把那一些的那個感應的那個水質監測 或是還沒有談到那個所謂廠的監測 這都沒有什麼問題 只要你那個一離開的話 比如說你一天或半天 你如果離開 那就OK 但是你如果那個系統 那個信號沒有進來 就是說水質 你如果潮過幾天的時候 就表示說你哭哭了 你現在已經是有疑惑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科技的研究 現在是我們是請 那個也是 當時也是做我們的那個 漁船的監控系統的海大的一些老師 你做這個那樣的 那今年大概是有一個計畫 先以水釋手的這個幾家的那個進駐在台西 或是那個台南的這一部分 都可以連線來做這樣的一個測試 未來再來考慮的方向會有兩個 一個我們剛剛講的說 由下而上 如果有養鞋或魚鞋這邊 他們可以整合好的時候 由他們當主體 那我們去媒介 優良的網店業者 讓他們當主體 這是一種由下而上 由地主或是漁民自己來做的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個是 我們由上而下來做規劃 那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已經有 漁電工程專區總面積 大概花了 花了大概 將近有兩萬公頃左右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有很大的量 那有些已經開發 有些還沒開發 那我們想說第一步 大概我們會跟農委會合作 在當地去收集民意之後 民意這邊如果針對這些 還沒有被利用的專區範圍內 他們覺得可以大家一起來 共同往前走的 改變過去由他們自行 來整合土地的做法 我們打算用零選的方式 零選出比較可以跟當地共榮 共存的這一些好的廠商來做 那零選裡面當然合法合規 這只是基本要求 我們要要求他要跟當地的結合這邊 包括剛剛有提到的 牧林的方式 回饋的措施 可以改善漁村經濟的等等這一些 透過零選的時候 把這個好的廠商 願意跟在地結合 一起共同發展的廠商選出來之後 由他再去做整合土地 那後面當然這些做法 就會有一些配套 零選出來的 我們大概會讓他 在我們的這一些 台電的潰線上 我們大概就會做一些管理的動作 洪生案指出 現已有部分補效業者 用草舟土地或降低成本方式 違法或遊走在法律邊緣 經濟部及農委會應承擔責任 研議納管機制 介入漁電共生所需土地及漁溫之空間整合 並確保漁電共生收益能由漁民和社區健康共享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請問您好 請問您好